現在疫情失控的地區還有俄羅斯 總統普丁甚至說 全國要進入這一個最誇張的狀態 甚至他還要求軍隊要做好準備 因為隨時可能要介入了 但是說到了俄羅斯 俄羅斯曾經在歷史上 發生過一起非常神秘的未解之謎 而且這個地點就發生在 俄羅斯的死亡之山 要問一下啟彭老師了 這個未解之謎到現在 還是沒有人可以提出答案 對 我們時間要推回到1959年 1月25號 那當時俄羅斯有10名學生 組成登山隊 要去登這個烏拉爾山 那這個烏拉爾山被稱為死亡之山 為什麼 因為它冬季非常的難攀爬 死亡率超高 但是如果你能夠克服登山的困難 就可以拿到最高等級的登山證明 所以這10名學生 他們訓練有數 覺得我一定可以得到這個證明 所以他們就組成了登山隊 然後他們準備好裝備 到了山下的時候 其中一名隊員叫做油精 油精突然風濕發作膝蓋骨疼痛 那因為膝蓋疼痛嘛 所以就沒有辦法繼續 再進行爬山的動作 所以當時隊長迪亞特洛夫 就告訴他說 我們大概會在2月12號的時候回來 那如果有延遲的話 頂多多延幾天 那你就待在這裡 應該是會小小遇到一些麻煩 那所以交代完之後 他們就開始上山 然後1月31號的時候 他們準備好裝備跟食物 埋在回程的路上 2月1號開始登山 登山沒有多久就遭遇到暴風雪 結果他們就迷失了方向 那因為迷路了嘛 所以到隔天2月2號傍晚的時候 他們就決定在山腰這邊紮營 結果這一紮營就秒無音訊 那油精在那邊一直等 2月12號梅懷十三十四 他一直等到2月20號都沒有消息 覺得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趕緊城報官方 那官方馬上就組成搜救隊 隨後蘇聯警察跟軍隊 也一起上山來協助搜查 結果他們到2月26號的時候 到達他們夜宿的營地 結果到那個營地的時候 他們發現了一幕 讓所有人都驚呆了 看什麼 他們發現說他們的營帳 營帳中間塌陷都積滿了積雪 可是營帳上沒有被雪覆蓋的部分 全部都是刀割的痕跡 那個刀割不是從外往內膏 往內割 是從內往外割 裡頭割出來 對 感覺上好像是裡面的人急於趕快逃難 第一時間先割開再說 可是裡頭也沒發生什麼鬥毆的情況 食品 衣服 食物通通都擺好 那是不是代表說他們在外面 在裡面看到外面 有什麼可怕的東西 第一時間選擇出逃 然後他們在營帳外看到了他們的腳印 往東北方的森林前進 所以他們就循著腳印 一直往前去找 找到森林深處 就發現了有兩個人的遺體 那這兩個人遺體衣衫不整 那因為可能是逃得太倉促了 身上的衣服都沒有穿好 然後手肘跟腳都有被燒傷的痕跡 這就是他們當時的發現遺體 對 那旁邊有一堆火 他們研判應該是這幾個人來到這個地方 太冷了 冷到受不了 所以趕快取火來 升火來取暖 那因為手伸到火裡面取暖 那一開始冰的時候不覺得 等到後來已經被燒傷來不及了 可是腳印到這裡就沒了 其他七個人下落不見了 所以他們又回程 擴大搜索 結果在路上找到其他三個人 那這三個人的遺體同樣依山不整 但是奇怪了 他們的方向不是往森林 是往銀杖爬 對 他們明明是從銀杖裡面 要逃 逃出來的 結果有兩個人逃到森林裡面 這三個人反而要回來 難道他們覺得銀杖更安全嗎 這也讓人家百思不解 然後到這裡之後 他們擴大搜索 都沒找到剩下的四個人 那所以他們後來還是持續搜索 經過兩三個月溶血後 終於找到這四個人的下落 在那個山溝的谷底 發現四個人沉濕的遺體 但這四個人的遺體很奇怪 衣山完整 跟其他的三個人不一樣 但是他們死狀非常的淒慘 怎麼說呢 他們的皮膚呈橘紅色跟黃色 那其中一人他的頭部如骨粉碎 兩個人的胸口嚴重外傷 那兩個人的眼睛 還有一個人的舌頭都憑空消失 怎麼這麼奇怪 對 其中一名女性隊員 手拿著一塊布 可是這一塊布 根本不是九個人身上所穿的衣服 那於是有人就推測 難道他們是遭受到外人攻擊嗎 可是如果是外人攻擊的話 那現場卻沒有任何打鬥的痕跡 這是怎麼回事 而且更奇怪的是 他們的衣服上有發射 有非常強烈的輻射 那是不是他們遭受到 高輻射武器的攻擊呢 所以大家無從解釋 所以後來官方把這起山難事件定調為 強大為之力量所致 所以後來就以隊長的名字為名 就是把這起事件命名為迪亞特洛夫事件 那事後當然有許多人提出各種揣測 那有人認為是雪崩 也有人認為是原住民攻擊 但是大家都認為最有可能的是 蘇聯軍方實驗秘密武器 因為當時正是冷戰巔峰時期 那蘇聯常常進行各種實驗 所以當時還有其他的滑雪隊員 還發現說 天空有出現橘黃色的球體 似乎就是後來被證實是R7彈道飛彈 所以這樣的一個報告後來也草草結束 很多人都認為說 就是軍方怕被人家知道實情 所以才會草草結束 所以後來在90年代公布了這起資料 還有少數幾頁不見 那是不是裡頭具備有解密的關鍵 不得而知 但是這起三難實至今日 仍然是一個未解之謎 從1959年到現在還未解之謎 但是武漢肺炎現在的疫情 其實已經席捲了全球 大概八成以上的國家 但是有一個國家 他臨近中國大陸 非常的近是北韓 北韓現在能維持零確診 這個數據真實嗎 因為現在竟然有脫北者出面來爆料說 其實北韓這邊可能已經死了 超過300萬人了 任俊哥你怎麼看這個脫北者 他的說詞 事實上現在整個武漢肺炎 或被人家稱為新冠肺炎 這個其實全球188個國家 全部都能確診 可是北韓從以前到現在 都告訴你講說 我是有隔離的人沒有錯 但是我完全沒有這個所謂確診者 當然網路上有很多好奇的 就是講說這是一顆子彈 其實就他們最好的解藥 但問題是 但是由脫北者的講法來講 很有可能再打臉金正恩 為什麼你知道嗎 他在這個爆料的過程講說 就他所知跟他所看到的 跟他所遺盡一切方式 所接觸到的訊息來講 他認為北韓在這一波的疫情裡面 很有可能死亡已經達到了300萬人 很多 甚至他用了一個東西叫做苦難的行軍 來形容 可是你知道嗎 在歷史上面有文獻記載 他那個苦難的行軍的那個過程 你知道他死亡人數真的天差地遠 文獻記載有從24萬人到350萬人 差這麼多 死亡人數居然差到這麼大 那就是因為他有很多的資料 其實他沒有辦法被放在 這個所謂官方裡面 可是現在這個脫北者出來就講說 我告訴你 我也不是胡說八道講說 他很有可能死亡數 其實有達到300萬人 是因為什麼你知道 大家都知道這一次的肺炎發源地 其實來自於中國大陸 問題是中國大陸跟朝鮮之間 其實他們的邊界很遼闊 但遼闊的過程當中有一種人 其實一直在兩地這樣穿梭 就是走私者 是喔 對 那你如果今天告訴大家 講說我的邊境管制 管制得很確實的話 我剛剛有從一個走私狀況 有沒有減少就知道了 如果你走私狀況沒有減少 你還是繼續走私 那表示什麼 兩地的人民還是有接觸 你怎麼如果保證說 這些人其實沒有被感染到 甚至互相傳播 所以這裡面就會覺得說 如果是他的走私的東西 會不會成為他防疫的破口 這是一件事情 可是大家提到說 哇 天啊 講到苦難的刑居 當年北韓那個饑荒的那個狀況 很多人都很害怕你知道嗎 甚至到今天為止 還有人覺得說 北韓的人民裡面 將近四成左右 也就是經常吃不飽穿不暖 你說他們還處在饑荒狀態 你知道嗎 其實像你如果吃得飽睡得好 你知道嗎 頭好壯壯 像大股大股這樣 你知道嗎 他可能遇到疾病的時候 抵抗力什麼的 可能大家覺得說 你的身體健康會好一點 可是你如果吃不飽穿不暖的人 你覺得他遇到疾病 有可能會好嗎 所以就很多的托杯者 就不斷的出來你知道 有一個叫做劉宇的 他也講 他說他14歲的時候 他那時候想辦法 他爸爸讓他偷渡到中國大陸去 結果後來被抓回來你知道 又抓回來 抓回來之後 直接就送這個集中營 結果沒想要送集中營 他就講說 好 你們這些人愛跑是不是 殺雞儆猴 再給我跑看看 他居然做了什麼事情你知道 他居然管理集中營的人 就說來 你們全部給我集合 我今天要槍決幾個人給你們看 因為這個方式你才會怕 你被抓回來你就死定了 所以你都不敢跑 結果他就說 他有親眼看到人家這樣被打死 他說甚至還有一個人被打90槍 那子彈不用錢的 死掉了 你知道嗎 你去爬爬爬 你像打90槍 肉都爛掉了你知道 他說他就親眼看到這樣 而且其實集中營 雖然你說農作物耕種很成功 我跟他們吃的都是管理的幹部 吃的你知道嗎 那其實一般的人根本吃不到 所以他就 我跟你講他沒有辦法 他說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 你知道 他說餓得要死 都只有分一點點東西 所以他們到處去什麼 到處去挖 挖什麼 你知道 滿山遍野的挖 能吃什麼就吃什麼 有什麼東西能吃就吃 不能吃的就給你吃看看 不會死都吃下去 所以吃草的一大堆 我跟你講那都還算是好的 你知道 他說他曾經有過到廁所裡面 去挖排泄物 你是說排泄物出來 裡面沒有消化那些吃進去 他不是先吃排泄物 你真的很聰明 你知道他是說 我裡面是有什麼玉米粒 你比較排泄物 都是那些幹部 他怎麼才有可能吃這些東西 他就挖來吃 甚至他們還有特製的餅乾 我跟你講是什麼你知道 是那些管理他們這個人 他們上廁所玩了之後 那些乾掉的排泄物 因為他們覺得說裡面 多少總有一些東西是可以吃 所以你就想想看 在你們集中營 那些勞改營所過的時候 其實很慘 無人道你知道 而且其實還有一個脫背者 叫做小雪 他是一個女生 我們剛剛前面都講男生 這個小雪他其實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其實在更悲慘你知道 因為他是女孩子 他當時兩次試圖從這個北韓裡面 拖北 跑到中國大陸裡面去 但是他其實都被抓回去你知道 他那時候就有講 他說他們以前小時候 就一直聽說北韓 因為他們自己就住在那裡 也知道說他們這個糧食不夠 可是他的爸爸媽媽都跟他講說 我跟你說沒有關係 我們自己想辦法找東西吃 所以吃炸蒙 吃青蛙 吃老鼠 這些都還是動物 他說他們有聽過說 爸爸媽媽跟他講晚上不要到處亂跑 為什麼 有陌生人找你的時候 不要跟人家走 因為北韓當地有盛傳講說 我跟你講 你如果小孩子又是七八歲左右的 你如果在路上到處跑 會有人跟你講說 弟弟妹妹你好可愛喔 你要不要來我們家 阿姨剛煮了一碗熱騰騰的粥 善心人事 善心人事 我跟你講你就完蛋了 因為你真的跟他去的時候 想辦法把你弄婚之後 據說在當地已經餓到 人吃人的狀態了 這麼誇張 非常過分你知道嗎 甚至我剛剛講說 他不是說被抓回來 你知道嗎 像他們脫背者有很多種 譬如說你各種旅遊出去 他說最慘的是什麼 你知道你如果是女孩子 然後到了中國大陸去 被抓到之後送回來 你只要懷孕你就完蛋了 為什麼 因為當地人會覺得 你知道那些勞改營的 那些集中營會覺得說 你是怎樣 你是北韓人 可是你為什麼不嫁給北韓的男人 你為什麼要去別的地方 跟別的國家的男人生孩子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們 所以如果你是懷孕 回到那個集中營玩完 你完蛋了你知道 他直接就獨打你 幹嘛想辦法弄到你流產 所以裡面包含到性侵什麼的 通通都有 所以這個小雪 他覺得他第一次逃回來的時候 真的很可怕 那時候被抓回來的時候 他親眼目睹了什麼你知道 目睹了在集中營裡面有停屍間 而且停屍間他就不處理 他那個屍體像剛我們講說 集中營還把他拿去 至少買起來了 跟去帶對不對 他沒有 他是這個集中 他說他去了那個集中營 那個所有的屍體 全部都集中在一起 你知道為什麼嗎 當你屍體腐爛的時候 是不是開始會有蟲 開始什麼老鼠 通通通通通 像說有肉可以吃 動物其實不會分辨 可是他們就是用這個方式 來抓老鼠 所以你說我不吃人 我不敢吃人 可是有老鼠我敢吃 居然用屍體這種東西 來吸引這些動物你知道嗎 所以你就想想看 像這些所謂北韓 這些拖北者 他不斷的講 你知道後來小雪說 他第二次在逃出去的時候 他真的感受到人性 是很可怕的你知道嗎 因為他就講說 你如果檢舉一個人 還有發500塊的民幣 扣擠 那你說別人會不會檢舉你 一定啊 甚至他說他在拖北的過程當中 因為你知道 沒有辦法一個人跑 因為他們邊界太長 他說那個三步一綱 五步一哨的 他們只能想盡辦法說 其他的拖北者跟他講說 我告訴你那個地方 其實那個警衛比較鬆 你可以從那裡跑 可是你真的敢相信嗎 因為你也怕 你的同胞出賣你 搞不好給你的是最難走的路 他自己找最好走的路 所以他就說 他們那些拖北者就想辦法 所以他集中你 大家就講好說 我們一起逃 一起逃 我跟你講講是這樣講 真的要跑的時候大家要分散 否則你很怕 那邊有人弄了你 他自己就跑走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 以他們這種狀況來講 北韓現在的這個 所謂糧食問題 從以前到現在都一直被關注 現在再加上疫情的這個關係 你想想看北韓的真實狀況是怎樣 可能只有金正恩自己知道